Sorry 不好意思 香港人都是比較喜歡排隊 粉紅粉紅啦 大家好 早晨 我是塔塔 現在去到Vancouver的第二天 我們現在只打算起一行去Granford Island 我不知道有沒有分辨錯 就是寶仔湖的地方 我們剛剛經過這間麵包店 我看到很多人排隊 其實本來也不敢進來 太多人排隊 代表好東西 Sorry 不好意思 香港人都是比較喜歡排隊 然後是買麵包和咖啡 我們打算進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好吃 好 沒錯 我們早餐就是吃冬鬣 和一個不明物體 真的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像焦糖炭餅一樣 我先吃了一個朱古力冬鬣 你看看它的面上有很多糖霜 好 那我先吃一口 你看看 它的朱古力是很濃郁 裡面全部都是朱古力醬 超好吃 我想說是我吃過最濃的 朱古力味的冬鬣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排隊 我覺得它中間的朱古力醬是很特別 所以這個我會給8.5分 然後試這個焦糖千層酥的冬鬣 就是我猜的 哇 這個也很好吃 它有點鹹鹹的海鹽味 這個很好吃 它裡面真的沒有鹹 它裡面像是牛角包的質感 應該很好吃 大推大推大推 這個我會給9分 9分超級10分 這個真的超好吃 它面上的糖霜超好吃 大家經過看到一定要買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沒錯 我們剛剛就來到這間Lobster Man吃龍蝦包 因為它超級出名吃龍蝦包 我們剛剛就點了一個Signature的龍蝦包 以及點了一份蝦肉 薯片和龍蝦 先嚐一口 看起來的樣子是超吸引 嗯 它的龍蝦呢 它是冷的 還有一點沙律醬 因為它有生菜墊底 而且它的包是燙的 所以一入口吃龍蝦是冷的 全部包是熱的 我覺得可以的 不過是否有些經驗呢 我覺得還好 先試一下薯片 因為薯片我看到它是一包薯片裡面 倒出來的東西 就是包裝薯片 它的薯片挺好吃的 它很硬心 吃一些很硬很脆的薯片 應該很喜歡吃 嗯 嗯 只要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裡面是有些骨在裡面的 不過大家如果來到的話可以一試 我覺得都不錯 嗯 蝦呢 就一盒有六顆 那我馬上試一下原味 先吃 冰箱直接拿出來 有點冷的 試一下點一下它的醬 嗯 是酸味比較出一點 喜歡吃酸的朋友可以一試 因為我很喜歡吃酸 所以我覺得挺好吃 嗯 吃了一點東西 我們現在到處逛逛了些什麼 不過我覺得呢 它在Lani Shop 其實跟Victoria的蛋糕有點相似 都是買一些Postcard 有一點精品 紫石貼 水瓶那些多一點 不過都可以逛逛 吃東西都挺開心 還有我看到它可以踏水上單車 是35元 水上單車 裡面也有個類的Tea Market東西 可以賣花 賣這些不同的手信 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逛 正常 裡面也有很多小食店 還有 也有雪糕店 Gelato 雪糕店 所以我去裡面也有得買 少許當貨 薯片 真的 市場其實很大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自己進來看看 什麼都有得買 就是買肉 啊 腸仔 芝士 都有些 那剛剛就在這間Bread Affair Bakery 買了一個Pattachio的Croissant 夜貌就是這樣 因為我又問到他們最適合力場的東西是什麼 本來我打算要那個Lava Cake 或者Vancouver適合力場 就是他們後來說要適合力場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我馬上試一下 嗯 中間的餡就是有一點點開心果醬 它裡面像是一些開心果油的醬 其實它不是那些甜爺爺的醬 它是油油的醬 我不懂得說 我覺得就 還好 不過這個是他們說 是他們本來的適合力場 所以我以為是那些很濃郁的開心果 綠色Cream Cream的醬 誰知道它不是 它是油油的醬 我覺得 我吃那間Bread Affair會比較好吃 我已經走完這個Granfell Island了 我覺得這個是適合家庭一起走 因為它裡面有超級無敵爆炸多東西吃 而且它主要是類似一個food court的形式 就是你買完之後你可以去一些common的燈 桌上坐下來吃 還有很多比較客行的souvenir store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來吃東西的話 其實都不錯的 就是它有很多特色小食 譬如剛才吃過龍蝦包 還有很多bakery store 推薦可能花一至兩個小時都可以的 如果大家可能很趕急的schedule 就看看大家會計劃去哪裡 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Stanley Park了 終於到了Stanley Park了 就是這裡有個湖 超級漂亮 這個水的導影 我看到很多人都會租單車去驗 不過我們有個朋友不認識單車 所以我們正在補處 我們現在正在進Stanley Park裡面看了 這裡有一個花園仔 後面有人結婚 後面有人結婚 花園仔 這裡有個類似小食店的東西 在Stanley Park裡面 如果大家來這個公園的話 其實都會見大家租單車 雖然我也不太清楚哪有租單車 不過租單車就可以整個公園繞一個圈 沒有行的話應該都要一個小時 沒錯 我們剛剛就走完Stanley Park 我覺得主要都是看花花草草雪雪和湖比較多 如果不是踩單車的 其實我會建議你們可以不用來 因為踩單車可以援繞整個公園繞一個圈 如果不是踩單車的 就步行相對地用的時間都比較長 好 我們現在就上了巴士 下一個目的地就去Canada Place 之後就去Downtown 還有Gastown 就去逛逛 我們現在就先坐車了 我們現在就去到Canada Place 都督每隻位置 這邊就是一個海 這裡很像東涌的貨櫃碼頭 然後看遠一點 這裡就有個Microsoft 這邊有些歐式建築 這個地方是混雜了不同的元素在這裡 消息 之後我們現在去Downtown附近 街景很像中華的感覺 因為很modern 然後這條街就是野魯鎮 這裡一辣全部都是不同的餐廳和巴 我的左邊就是主要買三多 大概是這樣 耶魯鎮 在Downtown附近 好像Robertson Street附近 就去了一間叫Old Yogurt的一間店 試一下這個炒乳酪 雪糕 馬上試一下什麼味道 它看起來都很吸引 它即叫即仔 嗯 它很濃 雪糕 牛奶味 即我是點了Oreo加起司蛋 嗯 嗯 好 那我朋友就點了一個朱古力 我試一下朋友的朱古力味 朱古力味都很濃 我這間Oreo好像也挺好吃 嗯 嗯 我朋友的那個是比較濃 偏濃 偏濃 就是Oreo牛奶 就可能 淡味一點 嗯 煮得好吃 雖然這個朱古力味 再吃這個Oreo 就已經吃得出這個Oreo味 我朋友就點了一杯Oreo加Cream 先試一下 我覺得這杯東西有點淡 它的樣子看起來好像很好喝 不過 喝下去為什麼好像 這個有點一般 嗯 還有上面有些芝士好吃 還有這間店的裝修都可以打下卡 草場感覺為主 還有街上也有很多畫 而且本來我們這間店是因為 把照片吸引了 在鯛魚燒了的雪糕 不過是因為今天這部機器才壞了 所以就點了這個 好 哇我竟然在這個韓國超市裡 看到這些韓國的年糕啊 真的超想買的 不過呢 它7元是有兩盒 完全不會吃得完 不過這些韓國真的超好吃 我超喜歡吃這些 這裡就是Gas Town 很多人都來這裡打卡 不過全條街只有一個 對了 你看看吧 沒錯 我們就到了晚餐環節 我就進了一間日本的居住 我去吃東西 就點了一個牛肉的石頭鍋飯 還有點了十串的串燒炸的串燒 那我不點了 拿到什麼就吃什麼 那這一串是什麼呢 我不清楚 試一試它的原味 嗯 鰻魚好吃 之後這個是圓形波波 不知道是什麼 它像這個肉餅 試一下這個飯飯 牛肉也比較偏嫩 粉紅粉紅的 好吃 這個是炸蓮藕 很爽 很爽身的 有點炸蓮藕 玉籽 這個大籽 茄子 這個大籽 這個大籽 茄子 吃著好吃 很柔衣 很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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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downtown一转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太多东西好走 其实downtown和Victoria的downtown其实也有点迟 都是主要买一些酥粉的店多一点 还有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太多东西好走 它的downtown比我感觉像是香港的金钟中华 好啦 那我们day3见